再来我们看水梁练习 南宜国中男童军180个 跟女童军240个合起来边组 边组的要求是什么 每一组男童军要一样多 女童军也要一样多 试问如果全部分完可以分成几组 他每一组的男童军要一样多 女童军也要一样多 那我们来看看 他一定是180跟240的公因数 所以我们来看180跟240的公因数 我们来分看看 这里用10 这里是18 这里是24 再用6 638 644 所以他的最大公因数是60 也就是10乘以6 最大公因数是60 所以如果说他单纯只要男童军跟一样多 然后女童军一样多的话 我事实上可以分成60组 那我分成60组的时候 每一组是几个人呢 很简单喔 我分成60组的时候 这里是不是60组 那这个180是男生啊 所以这个时候每一组的男生是三人 然后四类是女生 每一组的女生就是四人 所以这样子就分完了 好 好 谢谢大家